各位傳媒朋友、各位市民大家好 我是立法會議員郭偉強 今天就駐吸煙修正條例做個回應 在我主持這個會裏面 就是由去年3月開始 大家都知道我最早在立法會提出要規管電子煙 後期由於有新型的產品即是加熱煙加入了在內 所以政府都曾經由規管轉到現在的全禁的取態 在審議這條條例的時候 我們遇到1月就不幸留會 另外2月、3月、4月都遇到疫情 所以我們剩下5月和6月去審議餘下的內容 而由於這個法案還未進入逐條審議的程序 所以在上一次的會議裏面 我就詢問各位委員同事 願不願意加開會議去完成我們法案小組的工作 而由於當日出席的委員不齊人 所以我就要在會後發這個通告 去徵詢各位委員的意見 而由於保守估計 起碼都要10次會議 才有機會追回我們因為疫情 而失去了會議時間的進度 所以就問了委員 但是很可惜回覆的內容是不足10次的會議 不足10次的會議 所以我要再發第二次通告 因為由於整體不夠時間處理 所以才要問各位委員 究竟我們繼續開多一次會議就完 還是連那次會議都不開呢 主要就是現在的進度去到這裏 整個決定都是由各位委員 剔回給我作最後的決定 不存在著說我究竟是否想完成這個法案 和有沒有決心 事實上我自己的決心是很大的 所以才會問大家可不可以在兩個月裏面 再加10次會去完成 只不過是我們的委員 似乎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 或者本身我們現在戒尾了 所有會議都比較忙了 都有不少的爭押位 所以令到我們的法學委員會 不能夠讓大家專注下去去開 所以我才有現在這個安排 希望大家不必無論猜測 或者也不需要太過憂慮 但是我希望在下屆新的立法會組成之後 能夠盡快重新審議這條條例 因為現在我們的加熱煙和段子煙在空窗旗下 即是沒有任何法例的規管 或者管制下現在是沒有行管的 坊間賣是大人其道的 因為有些原本色微的電子 現在又有死灰復活的跡象 所以我希望下屆的立法會 能夠盡快審議這條條例 和盡快堵塞空窗旗的問題 那現在的情況下 最少要加了10分 你知道這個計劃是被避免的 被舒服 在香港的環境 怎麼做出來 那現在由這個環境 已經在那裏 在那裏 現在可以積極處理 是否即是你決定的 可不可以再開 我想兩個情況 因為暫時被舒服給我的內容 都不如我樂觀 這個第一 就不是打定輸數 但是有這樣的預期 那另外第二 就是 你還要問 10次 OK好 10次會究竟怎麼得來的呢 其實在上一次的會議那裏 我就提出 因為整本法例都有些後度的 所以就 也都未進入逐條審議的程序 所以我就粗略估計 就是 起碼都要5個會 才可以處理到 但是有委員提出 就是他們已經準備了大量的修正案 他們認為5個會一定不夠 所以就說 起碼要10個會 都是聽委員的意見得出來的結果 其實是否真的沒有辦法呢 可能我可以問 會在香港長一 這樣開小一點 不管它解決 那現在如果真是 聽了那個bill 其實 就刪了這個bill 就是依存了它寫營 OK 好坦白說 由於時間 真是很緊張 所以就不是我判了死 是時間 令到我們的議會 不夠時間去審議 應該這樣說 所以都是迫於無奈 當然剛才說了 這條法案其實對於公眾衛生 對於減少移民的數目 還有防止新興的吸煙產品 去產生一個迴護效應 都是有一定的作用 只不過我們今年真的遇上疫情 沒有了幾個月的會期 還有接下來剩下的會期 不足以讓我們去加會 所以才迫於無奈 去到這一步 事實上 真是很希望能夠盡快 做到這些新興的吸煙產品 監管也好 全禁也好 起碼不能像現在這樣封槍 令到所有年輕人 或者是其他人士 都有機會接觸到 和將來成為移民 我想最後的決定要看完所有委員 回覆回來的會條 是否大家都想繼續開庭 或是想終止 就是尊重我們委員的意見 請問可不可以請說 我們最近都談到這個委員 請問可不可以請說 請問可不可以請問 請問可不可以請問可不可以 請問可不可以請問可不可以請問可不可以 請問可不可以請問可不可以請問可不可以 多謝你提問 多謝大家關心 因為在上個星期五的內會發生了之後 很多傳媒朋友和很多街坊都有關心這件事 但是很抱歉 因為都是同一句說話 由於已經進入了一個調查的階段 我們就不能夠作任何的評論 但是無論如何都很多謝大家關心 也都希望大家都能夠保障我們其他員工的安全 不能夠事無事大 去令到我們的保安增加那個受傷風險 謝謝 請問可不可以設定 志iva 從特朗目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